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我在国内是做了十几年的互联网内容营销 所以他们都会把他们的网站发给我看一看 通常来讲当我看他们的这个后台代码的时候呢 我发现很多的网站非常不利于SEO的推广 另外呢用户体验也不够好 那么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做企业网站一定要达到四个目标 我觉得第一点你的网站呢要做得漂亮 高大上或者说你的网站的形象 要比你自己的实体店形象要更好 举个例子有一个做装修的朋友 他呢像以往他们的行业会花30到50万加币 去做他们的线下的一个实体店的展示 那么现在呢他换了一种方式 他花了钱大概三十分之一的价格 去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网站 然后呢再去花了十分之一的钱去做推广 以前的经验啊如果做线下的这种实体店 一年可能能够到访的也就是两三千人 但是呢他做了网站之后 那么每年浏览他网站的人有四五万人 那么这里头给他提交咨询信息 然后询问报价的有几千人 所以大家一算这个性价比就知道 为什么一个漂亮的网站非常重要了 那么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好的网页 不光是让人眼识别看着好看 还得方便搜索引擎 然后去看你的网页 根据Google的数字来看呢 这世界上有83%的人 他们的搜索引擎都是用Google的 那么在这83%的人群里头呢 97%的人是看搜索引擎结果页第一页 所以呢如果你的网站 不能够被搜索引擎很好的识别的话 你也没有什么机会 把你的搜索结果页放到Google的第一页上 那么这是不利于你的网页推广 也不利于给你带来更多潜在用户的 那所以这一点呢 对于那些比如大型的一次性消费的产品 很重要 比如说买房 买保险 装修等等 所以一个能够被搜索引擎很好识别的网站 能够跨时间 跨空间 给你带来更多的潜在用户 新用户 那么第三点来讲呢 对于好的一个企业网站来讲 你的用户体验要好 那么这样能够方便你的用户 在你的网页上就完成注册呀 付费呀 然后客服咨询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在躺着睡觉的时候 你的网站就已经帮你把钱赚了 第四点呢 很重要一点 就是很多商家没有意识到 你的网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服务好你现在的客户 比如举个例子说啊 任何做生意的过程中可能难免会产生误会 或者是有些服务不到的地方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网站的话 那么在网站上有一个入口 客户有抱怨或者不满的时候 他可以通过这个入口跟你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 总是好过让客户的不满积累 无处发泄 然后跑到像一些公众论坛啊 或者像这个Google的这个 My Business Page的review上 去给你写差评好得多 对吗 所以我相信在你的网页上 给你的现有的客户留一个沟通啊 交流的一个渠道 实际上对你的网站和公司品牌 形象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 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要点 一个好的企业网站要做到四点 第一 网页要做得漂亮 第二 网页的代码要对搜索引擎友好 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潜在的用户 第三呢 用户体验要好 方便新老客户在你的网站上注册 完成购物流程 第四点 要服务好现在已经有的客户 如果你的网站达到这四个目标了 那么恭喜你 如果你觉得还没有达到 没关系 可以把你的公司的网站的地址 还有你的联系人 联系电话和email 发到我们的邮箱 我们本周会抽出十位的幸运的用户 给你的网站做一个免费的评估 帮你看一看你的网站需要在哪里改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那就请大家帮忙点评啊 转发我们的内容 也请大家呢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同时别忘了到我们的YouTube专栏上去点个赞哦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